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布林肯先生 在离别时刻竟然公开演讲表态 美国已经系统性崩溃 那么布林肯先生何出此言呢 时间发生在2024年的10月30号 两天之前 即将卸任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先生呢 正所谓啊 要走了 总要说几句真心话 总要呢 留下一些让人记得住的这个心理话 那么于是乎 布林肯先生在美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 我们一般称之为美国国务卿 对吧 或者美国国务院 其呢 岗位就等同于各国的外交部长 当然他所负责的事情 可能比各国外交部长要来的稍多一些 但是基本上美国国务卿和其他国家之间 进行沟通的时候呢 是以外交部长的这样一种身份呢 来进行沟通的 那么因此 布林肯在美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 那么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那么当时 布林肯先生在演讲过程当中呢 就直接指责美国国会的参议院 既然说美国系统性崩坏 崩溃 那么为什么把剑指美国参议院呢 那么要知道拜登政府呀 现在美国的大选还有几天 对吧 11月4号 那么11月5号 基本上结果就能够出来了 那么几天之后就能够知道 未来四年 美国的最高领导者是谁 是哈里斯还是川建国呢 反正不管是谁 那么现如今呢 拜登政府就要走下 走下历史的舞台了 结果您敢想象吗 到现在为止 拜登政府上任之初 就应该任命的很多 美国外交官至今 还没有通过任命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无论是大选 或者各种各样的换届 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 上任之初嘛 自然是要把自己的团队 自己的这个班子呢 给建好 对吧 那有了团队才可以打仗呀 才可以向前冲呀 那么结果呢 拜登政府四年之前 胜选之后 就应该把自己的外交团队 国务院的团队呢 安排到位 结果四年时间过去了 很多的人事任命 至今未能通过 你想想看 作为美国外交界的 最大的领导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生 请何以看呢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 不是一些小国家啊 在很多和美国 有重要关系的大国 到现在为止 连个大使都没有 作为外交部长 安排各项外交事务 那究竟该如何落地呢 我们看到美国 彭博社也跟进了 布林肯 国务卿的这 这一个演讲 特别指出 布林肯在演讲之中 批评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 参议院 办事效率太低 那么如今这样 四年时间 连班子没有建好 团队没有建好 那么布林肯 就称之为叫做 系统 已经崩溃掉 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 这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 都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美国当然还不至于是所谓的 受死的骆驼 但是美国国力的下降 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下滑 美国管不住自己的小弟 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呢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 不再处处听从美国的号令 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总的来说就是国力的下滑 软实力的不在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不仅仅指向美国参议院指出 美国已经系统性的崩溃 同时呢 这个布林肯呢 还把他在国务院担任 国务卿这几年来的一些数据 公之于众 那么我们线上有100多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比如说 布林肯称之为 这个各国大使的等候国会批准时间 那么现如今呢 要等待240天 接近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呢 当美国政府提出一个人选 那么美国国会呢 需要通过 那么这个人人士呢 才能够走马上任 对吧 结果呢 现在等待国会批准的时长呢 要来到240天 而同样的事情 在2001年呢 只要50天 还言之 整个任命周期要扩展了五倍之多 那么到底这些政客们在干些什么呢 为什么美国国会办事的效率越来越多呢 美国国会如此 美国政府的做法如此 美国企业的做法呢 好像也是如此 你好比说 美国的加州高铁 这么多年 一再的推迟 一再的增加预算 反正就是搞钱嘛 只要我搞到了钱 慢慢盖呗 对吧 我盖好了也就是那么多钱 我慢慢盖 还可以增加预算 增加开支 同样也能够赚很多钱 那不如就慢慢盖 它成为了一个下金蛋的鸡 那除此之外呢 你好比说 美国拜登政府所通过的 芯片与科学法案 削减通货膨胀法案 这个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请问 美国现如今 这个全国各地 到底建了多少新能源的充电站呢 到底有多少的绿色基础设施呢 美国的新能源电池绿色产能太阳能分电的设施 到底扶持了多少呢 芯片与科学法案 所推出的2400亿元的所谓补贴 到底有多少已经发下去了呢 我告诉大家 金额相当有限 连10亿美元都没有 要知道 这是拜登政府的重要政策 可至今4年过去了 即将下台 而且到现在 很多的款都没有拨出去 你问一问台积电 他拿到了美国政府所承诺的70亿美元的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芯片工厂的补贴了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No 根本就没有拿到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对于一个你的立法通过的相关法案而言 你的执持 这个执行效率如此低下 你说这不是系统性崩溃 这又是什么呢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现如今布林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那么对美国是 这个目前的运作的模式 运作的效率之低下 这个谈了很多 包括联合国 包括在国际的外交场合 因为布林肯他作为美国的外交的领头羊 那他主要谈的是外交 像财政 美联储 或者这个基建 芯片 科学 商务部 那么这些当然 他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 但是布林肯仅仅从外交领域的这些做法本身 实际上就已经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非常大压力 比如说 布林肯认为 美国各种预算的不确定性 那就是国会方面的做法 和美国政府的做法 往往是难以协调 反正大家 各有各自的耗 各吹各的吊 那么这方面就导致各种经费的削减 那么各种的冻结 还有各种全球所倡议的 美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的投资额 不断的减少 那么布林肯认为 这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地位 影响力 软实力 号召力 在不断的下降 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布林肯在演讲当中还指出 美国政府这种功能失调 那么在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之间 拨下了怀疑的种子 从而鼓舞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很简单 你好比说和荷兰之间 对吧 阿斯米亚公司作为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他拿不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却要处处配合 美国针对中国市场的禁令措施 从而让阿斯米亚公司的股价大跌 销售额大降 以这个利润和订单大减 你说说看 谁会做这样的傻事情呢 荷兰政府也好 阿斯米亚公司也罢 他们有需要去做真所谓的世界发主吗 自然不需要 那么他为什么要处处听从美国呢 按照美国此前的规划呢 既然你这个跟着我美国走 那我当然需要给你好处 对吧 总要有点甜头 不然谁跟着你混呢 但如今呢 什么好处都拿不到 那么美国自己的做法呢 左右手也不协调 从而导致这种怀疑论 就更加的加深 那么当然 这个布林肯的演讲的最后呢 也谈到了啊 美国呢 必须为人民办事 必须在外交上做得更好 必须在对外政策上呢 有更为一致的做法 必须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呢 来服务 那么这个说法本身呢 就唱高调 对吧 如果你的政府的这个整个的做法呢 难以协调的话 影响力的下滑 像以色列 布林肯去中东出差 对吧 去劝以色列 停火 签署停火协议 无论和这个珍珠党之间 还是和哈马斯之间 反正呢 该杀的人杀这么多了 对吧 这里该杀不是我说的该杀 而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的报复行为 那么你针对哈马斯的强硬派领导人 给他灭掉 这个温和派领导人 把他灭掉 那么珍珠党的领导人灭掉 珍珠党领导人的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接班人 不知道灭了多少 那你到底要怎样呢 对不对 你当年的二战到德国 那么希特勒死去 那么这个事情呢 总要有个忠了 那你要把当年的参加过希特勒政府的 这个包括呢 当年的德国的部队的所有人 通通灭光吗 对吧 更何况这个过程当中 加沙地区到底已经死了多少的妇女和儿童 那就是人间地狱啊 结果呢 布林肯多次去中东 有人关注吗 我告诉大家 上周布林肯又去中东了 结果呢 美国的国务院在召开新闻记者会上 没有一个记者问 布林肯去中东 死刑目的之所在 任务之所在 效果之所在 没有一个记者问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格局呢 很清楚 大家都觉得 嘿嘿 不会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的以色列呢 很清楚的 对吧 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呢 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期间 他没有住酒店 他住哪的呀 他住在特朗普的女婿家 特朗普的女婿家 我们知道 此前和以色列之间呢 斡旋各种啊 这个所谓中东的和平进程 反正啊 关系匪浅 这里面有很多的私人关系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现在布林肯马上就要离开了 要走人了 对吧 以后这跟你也没太大关系了 那么 那么你因此在此刻当下 到中东地区 让以色列听你的话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 好了 这个呢 是布林肯的事情 对吧 是美国的事情 那么海外媒体也关注到了 布林肯的这个演讲 于是乎法新社有一个统计指出 美国的外交人员协会 那么目前有一份报告 特别谈到 在拜登政府任这个四年的时间 现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美国还有15个这个外交使团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大使 你比如说 拜登在2022年6月份 提名了福登为下一任 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 但是要知道 2022年的6月份 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呀 2024年的11月份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 两年半的时间 拜登所提名的福登 作为柬埔寨大使这个案子呢 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任命 还没有在美国的参议院 得到通过 那么这整个呢 就悬在那里 你想想看 在柬埔寨不久之前 召开了东盟会议 你觉得美国到现在为止 两三年 连个大使都没有 你还跑到东南亚来 跑到柬埔寨区 指指点点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符合我美国的外交政策 你要配合我美国的外交利益 你觉得柬埔寨 他会听你的吗 对吧 人同此心 这个国家呢 说起来是大事 很多情报 我们也不懂 对不对 但是呢 和交朋友不是一样吗 对吧 礼尚往来 各种安排 结果你不把我当回事 嘿 时间久了 你觉得我会处处听你的吗 对吧 当然我可能不会公开的去返美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在很多事情 你需要我配合的时候 我当然也不会鸟你 对吧 这个东西 在外交上面呢 看似小事情 其实这也不是小事情了 那么每一个细节都是大事情 而这个呢 它也不是细节 它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大使职位的空缺 好了 如果你觉得说 哎呀 柬埔寨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乐厚 对吧 在全球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国家 那我告诉你 美国驻德国的大使 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 请问德国和土耳其 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重不重要 他认为重要的在评论区扣个一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那就是 现如今德国和土耳其 德国是美国在全球驻军最多的国家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崛起 挑战美国的全球八主地位 怎么样呀 曾经一度制定过一个秘密的政策 要求德国只发展农业 对德国完全去工业化 当时这个政策当然执行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就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 各种的欧洲的建设计划 那么推进了很多的欧洲的发展 那么也为美国带来的很大的好处 特别是寻得了大量的这个发展的市场 为美国的商品呢 找到了效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德国顺势发展出了他的工业体系 本来基础就不错 对吧 后来呢 反正有了空间就大肆发展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们不展开 但最起码说明一个问题 德国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对不对 结果呢 美国驻德国大使 空缺到现在为止 拜登连个人都没有提上来 土耳其重不重要 土耳其到现在没加入欧盟 但土耳其加入了北约 为什么作为东西方的一个衔接之处 我告诉大家 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所以呢 美国是在战略格局上 他是必须死死的绑定土耳其的 绑定土耳其的 但现在呢 到现在为止 美国在土耳其没有大使 你如果是德国人 德国人当然 某种程度上是美国驻军情报体系控制 对吧 连当年的默克尔女士默克尔总理的手机都被美国情见部门监听 你想想看 他还有什么脾气呢 那没办法 对吧 但土耳其不是如此啊 你把这个德国不派大使 土耳其不派大使 这个这个柬埔寨不派大使 你说这些国家 他们做何感想呢 当然 我前面也说了 布林肯说美国外交的领头人 领头羊 对不对 那自然呢 他谈的是外交 那其实其他都一样 科学与芯片法案 我前面讲了 对吧 什么削减通胀法案 方方面面 通通都不协调 整个体系运作呢 呈现出一种崩溃的状态 当然 我还是要强调 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而如今的美国呢 远远不是瘦死的骆驼 所以也不要轻敌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这场演讲当中呢 布林肯除了指责 美国系统性崩溃 国会效率低下之外呢 布林肯仍然不忘 去渲染中国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政经高层 他们是门青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政客的发言 针对中国的时候呢 135是中国威胁 246是中国崩溃 周末休息 周日休息一天 下一周接着来 为什么这样呀 其实美国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特别是美国的精英高层 那就是美国霸权 在全球得到了大量的利益 在过去通过殖民时代 手段极其恶劣 谈不上什么任何的人权 甚至人口买卖 对吧 这种事情都干了 贩卖毒品 这都是西方国家殖民时代的 怎么样 过去的做法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 美国通过美元霸权 美国的军事霸权 美元的潮汐效应 本质上 它还在对全球进行经济殖民 或者叫做呢 从全球来吸血 美联储号称为是 全球的央行之央行 所以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 美联储的非农聚业数据 这个美国劳工部 所公布的非农聚业数据 非常关键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这个这件事情 美国的非农数据呢 真是假的不能再假了 那么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 这个美国内部政治之间的 博弈 就是在大选的关键时刻 其实不同政治派别 在数据上做手脚 就是为了得到不同的 这个效果 那当然最大效果 就是让不同的候选人 在这个数据面前呢 有的会得分 有的会失分 从而左右美国大选的走向 美国现如今 民粹的撕裂的氛围 约发严重 那这个关于美联储 关于美国劳工部 所公布的非农数据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反正不管怎样吧 美国这个非农数据 最约数据当中呢 这个小非农 大非农的这个数据 完全的不匹配呢 这本身其实反映的就是 和布林肯所指控的 这种系统性的崩溃呢 是一样的 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线上200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美国布林肯呢 在演讲当中 就对中国呢 大家踏伐 那么特别强调一点 那就是啊 中国呢 在全球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 同时指出中国决心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 而且谈到目前放眼全球 只有中国拥有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 做在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方方面面 对美国所构成挑战的实力 我看到过美国的一些智库报告 谈到了当年的美苏争霸 那么对比今日之中美的竞争格局呢 特别指出当年的俄罗斯呢 那么就现在的俄罗斯 当年的前苏联 在整个的门友体系和军事方面呢 那么可能还是有优势的 或者叫做能够和美国battle一下的 但是在科技在技术在教育在人才 在工业产能在各方面呢 都无法和今日之中国来比较 我想这也是一个事实了 中国和全球140多个国家 都是最大贸易伙伴 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长期培养起来的互利共赢的关系 美国想要把它剪断难度非常大 最近印度总理莫迪被迫呢 这个和中国主动和好 这不是我说的 是各大智库所发布的报告 显示出这个印度的 经济和工业发展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那么于是乎呢 印度需要中国 这不是一种论调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谈到对中国的这种防范呢 这不仅仅是布林肯 美国的无论是特朗普 拜登 哈里斯 布林肯 或是谁谁谁 共和党 民主党的 这个国会的上议院 下议院 参议院 中议院 方方面面 在对中政策上 战略格局上 围堵中国呢 是高度一致的 这一点呢 不用怀疑 谁上台都一样 有的人说 哎呀 哈里斯上台 怎么怎么的 这个川达也上台 怎么怎么的 我告诉你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目前的美国 就是川普主义 很简单 所谓进步价值 早就为川普主义让路了 因为什么呀 穷了 就不要给我谈什么主义 美国现如今 底层的贫穷问题 社会问题 这个贫富差距问题 如果再不解决 这会酿成巨大的 社会危机 这是美国自身的状况 那当然 布林肯在演讲当中呢 还特别谈到了 他的英明领导 自吹自擂了 谈到了美国国务院 成立中国组 会及国务院专家 那么对中方的科技领域 关键的竞争领域呢 进行有效的管控 这种管控 当然指的是 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等等之类的 这个呢 大家全且听之 毕竟呢 也要离职 也要离开了 那说几句 打鼓气的花 自吹自擂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必须要知道 美国的政策呢 看似混乱 但是呢 在有一个方面 就是针对中国 围堵中国 打击中国的这方面呢 那么美国的政策呢 是高度一致的 不要认为 他哪一方面都混乱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对中政策方面 你比如说 布林 延续着布林肯 这次演讲当中的内容 早在2022年5月份 布林肯当时发表演讲 指出 中国对所谓 国际秩序构成 最严重的长期挑战 他在两三年之前就宣称 中国构成挑战 规模范围都如此之大 是美国 在外交领域 当然他主要负责外交 所以他讲外交领域 前所未有的考验 明白了吧 这是美国目前的总体思考 总基调就是如此 谁上台都一样 没有本质区别 反正你只能靠自己 自己发展 发展不起来 就被别人打压 就被别人干 就这么简单 现在的路 很清楚 只有一条 没有其他选择 没有其他可能性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由于这样的一种战略定位 在2022年的12月份 美国国务院成立 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简称 中国组 China House 那么旨在管控 中美竞争 所谓管控 其实就是要协调一切力量 打败 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势头 那不管怎样了 那中方的态度很清楚 对吧 这个何则 互利 斗则 俱伤 这个我们也看到 中国外交部呢 多次发言 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呢 要怎么怎么着 这个呢 我们也听的比较多了 比如说美国的八权思维 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但是说这话呢 其实讲白了 就是一个外交辞令了 那么美国该怎么做 他还是会怎么做 肯定会一直的出台政策 未来十年 这艘船都将披荆斩棘 破衬分破落 闯得过去 未来呢 就一片光明 闯不过去 那前途必然会面临很多的挫折 那这一点呢 我们也要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谈一点就是呢 那么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 现在越来越多 各种唯独打压的方法 这个这个 禁令的越来越多 但是呢 很多呢 已经打到美国人自己身上 美国所大力构建的 所谓印太四国战略 那么印度呢 已经不听使唤了 欧洲地区的荷兰的新任首相 明确指出 推出对中政策的时候 必须考虑荷兰的经济利益 这句话讲的 已经不能够再明白了 最新的消息是 欧盟方面将会派出外交使团 而不 商务谈判使团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要和中方之间洽谈 关于电动汽车的 最终解决方案 原因很简单 在欧盟推出了 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 加征关税之后呢 那么中方的外交 这个商务谈判高层 在欧洲待了很长时间 迟迟无法得出一个谈判结果 而如今中方已经呢 拒绝了欧盟方面的一些 这个做法 或提出的一些条件 直接把这个案子呢 拿到WTO世界贸易组织去 那么虽然我们都知道 世贸组织形同虚设 现如今早就已经难以去管控 大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 但中方这个态度本身 就告诉全球 反正这件事情 我要刚到底 在国际WTO领域呢 该讲理的地方 我去讲理 该反击的地方 我必然反击 什么奢侈品 欧洲的那些玩意 对不对 什么什么酒 什么什么猪肉 什么什么农产品 什么什么奶制品 反正清单一箩筐 不行的话 咱就来一个中欧之间的贸易大战 那么欧洲方面 如今的处境 你扛得住吗 现在的德国方面呢 是非常的这个谨慎 毕竟德国汽车产业 在中国大陆 有海量的利益之所在 我们看到最新的情况 德国的大众汽车 在总部裁员数万人 关闭三个厂 全员 降薪 百分之十 德国大众汽车 曾经是德国的骄傲 那么曾经在全球呢 可以说是诺基亚手机一般的存在 那么当然 它的销量非常好 在中国大陆也有非常多的粉丝 很多人呢 也这个 这个在开德国大众的车 这个呢 我们都知道 但问题点就在于呢 你现在形势变了 格局变了 你现在的德国呢 在欧洲说话不好使 波罗的海三小国 不听你的 现在的欧洲 欧盟内部呢 有一大堆美国的这个跟随者 美国让他怎么投票 他就怎么投票 不要说这些国家了 即便是弗德莱恩 对吧 即便是欧盟的外长 现如今 都是跟美国穿一条裤子的 反正 你想要让欧盟改变什么政策 难如登天 你德国呢 也告别了 默克尔时代的时候的影响力 领导力 你如今的你的利益诉求 欧洲的欧盟的其他小国 不吃你这一套 反正你看着办 那么德国方面呢 自然压力非常大 反正就是这么个格局 全世界乱哄哄 大家呢 各自为战 各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往上刷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当然美国方面呢 也受到了美国政策的冲击 那么这就是 这个美国挑起的这些争端 那么特朗普如果几天之后 对吧 大选胜出 他会向全球加税 那么美国会回到一个 过去的孤立主义时代 那么进行铜墙铁壁的 关税大幕拉下来之后呢 在美国内部的消费的短期之内 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 那么美国的经济呢 会经受挑战 但是 但凡想把商品卖到美国去的 这些企业呢 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会想办法绕过美国关税呢 那么墨西哥和加拿大 会是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 本身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你以为特朗普就一定不会退出吗 当年的TPP 奥巴马时代所搞的 特朗普不也退了吗 对吧不要说TPP 世界卫生组织 特朗普退了 世界这个教科文组织 特朗普退了 大家查一查 特朗普在任期间退的可多了 对吧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说不定他真能把它给退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反正未来的世界 真的就是那句话 百年唯有之大变局 那么这艘船呢 只会开的越来越快 那么美国内部 现在很多的公司呢 现在也拿不到中国的供应链 那么虽然也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呢 进行申请 但是我们也看到 包括像英伟达的GPU 在中国大陆市场呢 眼见着再不能卖它的高端GPU的话 市场份额呢 必然会大规模的流失 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态度 已经很明确 直接指出 短期之内的企业利益 不是美国战略考虑的方向 因为中美博弈的核心在于 谁先投降 谁认输 谁只需考虑 个别企业利益呢 必然是满盘结束 这是目前美国人 整体思考问题的方式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了 中方的一些反击的动作 特别是针对一些 美国的军工企业 那么这个效果呢 后续还在观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智库 最近所提出的一些报告呢 也显示出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那么中方在各种制造业领域 走入到了一些 更上游的这个水平 那么在未来呢 中方也有一些反制措施 说不定在五年之后 中方就有实力 告诉美国人 什么东西 我不卖给你就如同今天 美国人告诉中国说 GPU不卖给你 阿斯美尔的光刻机 不卖给你 按照美国智库 美国信息技术 与创新基金会 最新的报告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 中方会在一些科技领域 越发发展 走到前沿 那么不排除 在五至十年的时间 中方会在很多的科技领域 对美国实施禁运作事 当然是不是能够等到这一天 真的会这个双方之间 依旧在处在这种高度的碰撞之中呢 我们自然是不清楚 但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提出来呢 就让外界呢 感到相当的惊讶 毕竟呢 没有想到 中方或许也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目前呢 根据这个智库的评估 中国在七个行业当中 处在领先地位 美国呢 有三个 比如说核电领域 机器人技术 显示技术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方面 这是接近的 在化学制品 生物技术领域呢 那么处在落后地位的 那么半导体领域呢 中方是落后的 在量子计算领域呢 中方的进步非常神速 当然这份报告内容 非常的长 有几十页 我这里就不再一一 为大家去做解读了 反正不管怎样吧 这个报告的结果呢 特别谈到一点就是 西方主流智库 主流的这个政经的精英呢 对中方目前处于 这样一种围堵打压的政策之下呢 那么也要防着一手 就是未来呢 当我们突破了封锁之后 那么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目前美国智库 已经给出了一些可能性的分析 最起码呢 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那么可能会采取的措施